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這裡心情特別的沉重 因為你們所看到的這些木頭的 都是來自台灣原住民的山林寶 很多人誤解是說台灣的人民 是非常喜歡日本人 甚至於是贊成日本的軍國主義 事實上是錯誤的 我想呢就我們這幾次來到這邊 做對日本的小群首相 還有靖國神盾做的抗議大 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麼我剛剛講過 對原住民來講 這是兩代的滅族行為 第一代我們的祖先 為了保護自己的土地跟尊嚴 然後被犧牲的生命 然後第二代日本的軍國主義 把原住民翻同化教育 這些孩子長大了之後 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以後 就把原住民的這些後代 變成高殺義勇隊 然後在洗腦跟不情願 跟被騙的狀況之下 被送到南洋來當作戰爭 然而這些人死掉了 就放在靖國神社 有非常多我們的長輩 謝謝 謝謝 謝謝